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些亚健康的症状 这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现在的社会生活压力都很大 身上的器官和组织比较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 这是合情合理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 应该知道一些养生的基础知识 比如胃部怎么好适合吃什么类型的水果 这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毕竟水果是每个人都不排斥的 如果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水果的话 我们的身体状况就能得到一些改善 第一是木瓜 木瓜是很多女性都喜欢吃的水果 它含有的木瓜酵素对女性发育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这种物质还有助于分界并加速蛋白质吸收 可以让人体内部的胃部消化起来比较顺畅 所以木瓜能够帮助胃部实现健康化运作 第二是石流 石流是一种非常养生的食物 特别是那些味道酸涩的石流 包含的酸性物质可以治疗腹痛腹泻 这些物种同样也有助于消化和降血脂 当然也可以很好的调理肠胃了 虽然木瓜的食用对胃部很有好处 但是那些患有胃寒 体虚的人不宜多吃 第三是菠萝 菠萝本身口感非常好 一直以来深受大家喜欢 根据实验结果证明 每100克菠萝果实中 维生素C占了大约30% 维生素C可以很好的治疗肾炎和高血压疾病 另外它包含的酵素可以很好的消解血块 自然也能减轻胃部的负担 第四是芒果 芒果属于热带食物 而且它的糖分含量也很高 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 芒果适合胃因不足的人食用 这是因为芒果中所含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 可以很好的帮助胃部健康运转 只是菠萝虽然很好 也不能过多食用 第五是苹果 苹果可以说是最多人食用的水果了 苹果本身是一种温性的食物 特别适合胃因亏虚的人食用 苹果的养胃止腹泻功能特别强 而且苹果的价格也很优惠 所以很建议大家使用 胃是人体很重要的器官 所以需要大家多多进行呵护 不要老是使用过于刺激性的食物 破坏胃功能 一旦大家发现了自己的胃部 出现毛病的话就要及时治疗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胃 出现毛病之前就及时预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